CM 主席 你會不會發生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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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生的病情 我們去青豬類政部的補助 來自平靜大老和氣息 讓國母親人員在這上班 他們有一個危險的疑慮 会引导入课程会有运动体势能 或是一些手作课程 画图啦唱歌 就是让长辈可以手脚并用 在最上面你要下来之前 你一定要说教练我要下来了 教练就会去帮你抓住绳子 然后会提醒你怎么下来 注意看喔 它的这个指标的叶片的话就很明显 这颗瓜应该是已经快要采收了 大家好今天来到了嘉义县的县镇中心 泰宝市这里的人口年年成长 究竟是什么魔力把人们都吸引到泰宝市来居住的呢 很荣幸邀请到了我们泰宝市的黄荣丽市长 来替我们解答 好 雅雯好 欢迎 市长您好 我们请市长先帮我们大致介绍一下 泰宝市整个大环境目前的状况 泰宝市从邻国八十年嘉义县政府签注到这边以来 历经了已经有三十一年之久 七年多前承蒙乡亲的一个托户 让我进入公所服务 经三年我说能够去建设就是有一些基础的建设 基础建设涵盖就是说路要平 水高要通 路上要得得 环境要精修 再来我们拼大型建设 既然没有在乎以后我们就要听大型建设 所以我们的行政大楼我们是经过这一栋 一个耐尊的一个评估结果这是一个围隆 因为我们的行政主管 我们要向保护说这里要公务人员安全 所以我们去建设内政部的保障 来从行政大楼和起身的 让这些公务人员在这上班 他们有一个危险的疑虑 让他们安心上班 所以我们已经大楼已经在乎好了 在进驻了 要有第下一栋 第上六栋 再来就是我们有在厚潭过去 本来这是早期农民教育瓜果的一个地方 要为了现在教育环境改变了 过去怎么放飞起了 放飞起了我们刚才 赞白平的地方变更改 这一文中心 未来我们就是可以有演会公聆 家人朋友要结婚要办立业 可以来工作成组 再来就是我们办一文活动 社区的活动都可以在那里办 就是说你小爱主你有才艺 你要办演唱会也好 你要办书法的展览 或者委託的展览 都好 让泰保市能够全方位进入一个 一文的一个成组 再来在我们北新历有一个轮错桥扩建 这条桥是我们同工家里的一条 变到一个折径 过去是浸水桥就是落后来就没有那桥面了 所以风险非常的高 所以现在那一桶我们把它扩建 再给它监管引进了我们拿下的那里 这条建商的已经百余户已经销售完毕 所以带动我们泰保市人口所的 又继续行动 再来我们有一栋入灶中心 已经在那里落成了 这是泰保市要向照顾老师的一个入灶中心 大型建设之后这些什么就是变小的好美 泰保市的所有的福利 可以说是我们嘉义圣 可以说社会平衡的一个成绩 我们为生育我们就来補助 生育小人朋友你要生产 生产我们第一贴来一万 第二贴两万 第三贴三万 再来第四贴我们代表说数不吉利 我们在这里跳五万 所以我们就为五万 再来第五贴六万 第六贴七万一跳 鼓励这些小的勇于生育 既然我们鼓励了年轻朋友 他们勇于生育 我们也怎么办 公所既然要鼓励了 我们还是要帮忙他 所以我们就给他带 从国小一年级到国中毕业 总共九个年级我们的水渣会 让我们公所来帮忙来给他补助 再来最近我再发放一个防疫津贴 两年多来大家各个家庭 好多好少 他都受到了疫情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们每个人口 普发一人一千块 我们的社会福利也都到位 再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要做的就是读书计划 我们现在有开发一个 当时教育区就是后转中心 在我们高楼桌上 这已经都开发完成 现在县政府在招商中 再来我们要到三天开发高铁特区 鱼跟鲜椎限制二期 第二期的一个独树计划 有三百多公顷 当时教育开外人家 我们进来 还在整出两条的前瞻计划 就是说既然都列为 都树计划的道路了 我们当然要把它开发完成 让它有道路 大家有建筑算 它有起床 如果太宝树一个建地 能够多出来 让每一个村里 它的当时叫它道路开发 我们自然而然 我们太宝树的一个 树的一个形态就形成了 而且我听说 我们产业文化活动 还有在观光上 在农业上的发展 也是沉积斐然 你看看我们每年的花海质 要不要提高了太宝树的能见度 可以让苏建看见太宝 每年花海质 都吸引好几十万的村草来观光 让太宝的一个能见度 更来越快越快 难怪太宝树的村口会继续成长 对我们整个拓展到这个国际视野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看 好 太宝施工所在市长黄中立带领下 除了贯测基础建设的落实 路要平 沟要通 灯要明 树要减 环境要清洁外 也争取到新建行政办公大楼 而位于后坛的一文中心都即将陆续完工 另外北新里人座桥的扩建 大大提升道路品质与安全 还有东市里活动中心兼日照服务 以于日前揭牌启用 在都市计划方面 货物转运中心与限制第二期及高铁特区 意在规划进行中 为太宝市注入更多的活力与繁荣前景 经济的发展外 社会福利的推动更是不遗余力 生育津贴 学杂费补助 乐龄课程学习等 防疫期间更是体恤市民 发放防疫津贴 协助市民对抗疫情 发放防疫津贴的这天 市长与秘书都来到现场 巡视防疫津贴发放情况 一期已经将近三年 各行各业或多或少都已经受到的冲击 公所体系了我们 太宝市乡亲的一个生活状况 所以来发放一个防疫津贴 帮忙我们所有的乡亲 能够战渡难关 帮忙我们乡亲 不会受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们公所在代表会的损利之下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 一千块的兼会主义发放 我们要呼吁我们的乡亲 能够在地消费 领到了防疫津贴 帮忙这些小生意人 能够渡过难关在地消费 这两三年来 所有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我想是全球的一个 冲击 这一波的防疫津贴的现金的发放 其实就是要补充 所有的家庭可以让他们用在 采购防疫用品 或是孩子在学校的防疫用品 那我常常到校园去看 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一个口罩是戴两天三天 所以说其实防疫物资在一般的家庭 还是需要的 那开宝市公所这七年来 在黄荣地市长的努力下 我们的财政是非常的健全 也没有负债 基础建设大型建设我们依然在做 那还有办法发防疫津贴给全民 那我想这次市长的得证也是他努力的成果 那也希望可以藉由这一波的防疫津贴 可以补贴每个家庭一些防疫用品的一个采购 领取防疫津贴的市民 对于太保市民专属防疫津贴相当满意 其实不只各项津贴补助有需要的市民 也在各个社区成立老人食堂 长青活力站 关怀据点等 照顾年长者身体与心理的需求 刚才市长有提到太保市一直致力推动多项社会福利 而深入社区的关怀据点就是其中的一项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太保市公所的机要秘书赞淑芬 来帮我们做更详细的介绍 秘书你好 你好 我们现在目前太保市有多少关怀据点呢 目前太保市有18个里 那我们的关怀据点包含老人食堂或是活力站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达成率已经有17个里 那这些活力站 关怀据点 老人食堂的长辈们 都是在这边做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学习课程呢 单纯的老人食堂就只有公餐 那黄荣丽市长有感予 我们光是给长辈来这边吃一餐饭 然后就让他们回去 那也没有那个实质的意义 所以都会加强他们的课程 就是公所会辅导他们 会引导入课程 会有运动 体势能 或是一些手作课程 画图啦 唱歌 就是让长辈可以手脚并用 那长辈在这些学习过程当中 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帮助 在一个团体生活的课程 可以让他们充实他们自信心 那也可以让他们走出家中 然后延缓他们的老化 那手脚并用的同时呢 他们的脑力也不会退化的那么快 所以我们长辈如果来到这些 关华据点的话 其实是可以获得很多帮助的 但是如果说没有办法来 关华据点的长辈怎么办呢 我们会辅导 我们现在都一直积极培养志工 就是说可以让他们下乡 就是到长辈家中做关怀的一个动作 那因为这个还要培训志工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 17个里都有这样的志工 那我们就会一一导入 可以让我们志工 对长辈用电话关怀 还有就是道府的一个送餐 那像之前疫情的时候 我们的课程都停办 那我们的社区就会 针对有列册的长辈 我们就是送餐到家中 关心他们这样子 所以我们太保市的长辈 在这里可以说是可以获得 很好的福利跟照顾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 新皮社区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关怀据点 是的 那就麻烦秘书带我们进去看看 好来 请跟我来 太保市共有18个村里社区 设有老人照顾的相关据点 就有17个里 涵盖率已有8成以上 为关怀长辈身体健康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与人互动 结合在地的力量与资源 加入热心社区志工的协助 使得太保市老人食堂普及 热灵课程与各项活动参与热烈 透过课程维持健康体能与活力 利用共餐的机会聚在一起 相互关怀 同时可以均衡饮食吃得健康 而正书分泌书更是经常 各站各据点访式 虚寒问暖 与长辈们一起做运动 火落筋骨 用音乐律动与团康游戏 加强长辈的心智脑力与体能 多元化的照顾内容 让长辈们的生活增添亮丽的色彩 中午时分 职工们熟人的运送排列 好丰富又营养的各式菜肴 让长辈们排队取餐 秘书也帮忙配餐 开心共食 近期东市社区活动中心 也由县长汪章良 与市长王荣丽 一起联合街牌启用 提供民众预防失能 及在地及时便利的社区照顾 除了社区活动与礼办公室外 也规划长照据点使用 因应未来社会长期照顾需求 更是乡亲休闲活动的好所在 造福在地的长辈们 哇 这里人好多 好热闹喔 秘书 今天这里在举办什么活动 今天是我们泰宝市111年的 亲子夏令营的活动 那今天的主题呢 有攀树跟走绳索 攀树 就藉由这个绳索这样子爬上去 那可以训练他们什么样的技能呢 在攀树呢 攀树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完全都孩子的手脚要并用 那藉由脚踩的力量 还有手拉着绳索的一个技巧 然后训练他们的一个肌耐力 还有训练他们就是 在每一个步骤的时候 自己去动手动脑 然后由下往上 那到树上的高度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原来就是类似小鸟看世界 看到不同的视野 然后自己上去跟我们搭天梯 或是自己爬楼梯到高楼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那走平衡绳索的话 可以训练孩子的一个平衡感 跟肌耐力 也可以训练他们四肢同时运用 那左右脑也会均衡 所以说如果有些小朋友 他们从小就有聚高症会害怕的话 怎么办呢 聚高症的孩子基本上也可以玩 因为聚高症的孩子 你是忽然由低到高 他会有恐惧 可是如果是他自己 这样爬上去 那一步一步踩着绳索 拉着绳索的技巧 他是不会怕的 反而会克服自己的恐惧 而且这样子慢慢爬慢慢爬 爬到上面 如果发现鸟巢或者是有小鸟在这边 一定很有趣喔 是 那上一梯的孩子 就跟我说 哎呀 上面有个鸟巢耶 原来鸟巢自己看到 跟在书本看到真的不一样 那你从孩子的那个雀跃度 跟兴奋你就知道说 原来孩子是喜欢这样的一个 亲自体验的一个活动 而且看到旁边还有小朋友在这边 有两根绳子就可以跨越过去了 是 那平衡感要很好喔 是 那也为了预防说 在走的过程 孩子会有摔伤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看保湿工作 我们的工作人员 随时都会保护他们 听起来就是又好玩又安全 是的 那现在我们赶快去体验一下 鸟儿的世界 可以 跟我来 好 我们今天爬的这棵树叫什么 龙树 龙树 好 龙树它其实是比较硬的树木 那我们今天帮大家选的树枝 它的直径都大于10公分 所以一定可以承受大家的体重 小朋友们聚精会神 仔细聆聆教练讲解攀数技巧 跃跃欲试的神情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吹到底 放开了喔 会不会掉下来 不会 因为我怎么样 我没有吹它 OK啊 那就灭住了 对不对 在最上面你要下来之前 你一定要说 教练 我要下来了 教练就会去把你抓住绳子 然后会提醒你怎么下来 经过教练详细解说 正书分秘书也再次叮咛小朋友们安全的重要 协助孩子们细紧坐带 戴紧安全帽 着装完毕后各就各位 给孩子们加油打气 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工作人员个别示范如何推踩绳索 确认小朋友们窒息攀树的步骤后 就可以开始攀树了 攀树可以训练胆量与平衡感 利用身体的重量踩下绳索 即可自动向上攀升 来到树木的顶端登高望远 体验鸟儿们的视野 俯瞰整个校园 让孩子们明白 保护树木与维护生态的重要 小朋友们各个 努力完成攀树任务 得到满满的成就感 以及一份难得的宝贵回忆 大宇宝市攀树活动 赞赞赞 来 雅雯 我带你到另外一个活动现场 哇 这里头人山人海的 肯定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 是的 今天是我们 泰宝市的首座夏令营 她强调的是亲子首座 那今天的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 由我们的折子活动 还有我们的星空瓶制作 还有棒蛋糕的制作 折子的活动呢 借由让孩子静下心来 手脑可以兵用 那另外星空瓶 它就是利用瓶子 装进夜光会反光的沙 还有装饰品 那让孩子可以训练 他的艺术美感以外 晚上可以摆在自己的房间 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童年回忆 那棒蛋糕更有它的意义 因为刚好是下个月是父亲姐 那就会有应景的 彩绘父亲姐一个活动的 棒蛋糕制作 这个部分我最喜欢的 有吃又有玩 而且还可以彩绘蛋糕 那我们现在赶快进去 好 跟我走 走 活动参与十分踊跃 亲子手做活动开始前 首先由郑淑芬秘书 带领大小朋友做暖身操 配合音乐舞动伸展四肢 热身完毕后 第一个登场的是折子活动 可爱的橘色老虎与黄色皮卡丘 用几张色纸来呈现立体造型 现场参与的民众 摒弃名声 注意老师讲解的每一个步骤 另外桌面上也附有各步骤图卡可供查裙 再折上来 好 然后呢 再折上来 好 再两边这样 再折上来 两个脚是不是 对 这样对不对 阿姨这样对不对 对不对 再来 再来 再来就不会了 再来就不会了 到这里 对 我们是要我们帮到 这边拿来 哇啥 好了 好了吗 好了来 耶 好 再来 要组合头了是不是 再组合 组合 果然每一项成功都是得来不易 必须要专注用心 有耐心毅力 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努力去完成 折好的老虎头部 画上眼睛鼻子与胡须 再用胶水与虎身黏紧 可爱版的老虎就完成了 我们是不凶的老虎 今天折折乐完成 耶 陆陆续续现场的大小朋友 都完成了本次首作创意折纸 紧接着登场的 是最受大家喜爱的造型棒蛋糕 把它挤出你喜欢的花纹 你是要做破浪吗 我现在要画爱心 画爱心好 那哥哥呢 哥哥要画什么的 等一下应该就知道了 现在卖个棺子 所以这是会让我们很惊喜的吗 应该吧 这代表爸爸的生命永恒无限 永恒无限哦 就是无限啊 因为一直到 一直到就是无限哦 那算你对爸爸的爱是无限哦 是不是 差不多吧 好啦 真正的感恩是藏在心里的 哦 他说真正的感恩是藏在心里的 我被人家圈本了 继续画 好了 然后再继续加几个符号 好加几个符号 你就好了对不对 我做好了我黏上了 耶我成功了 好 你就好了吧 阿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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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上了 哇你的针棚牌 哦 心里很棒哦 超厉害的 使用奶油饼干与胡子形状的 巧克力作为材料 制作独一无二的蛋糕图案 小朋友们聚精会神 用力挤奶油作画 完成棒蛋糕造型后 开心合照留念 爸爸我爱你 今天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太保市的滤金 也是我们金字农业 那今天来到的是我们嘉义县 金字协会理事长 吴氏彦理事长 同时也是我们善农奖得主 吴氏彦的一个果园 那今天我就带大家来参观哦 理事长好 理事长好 今天就由你来介绍 我们太保市的滤金 我们的金字农业的果园 让你来担任一日的导览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来 大家走 谢谢 太保市农作物以稻米 甘蔗 玉米 小番茄 和瓜类为主 今天郑淑文秘书就带我们来到 青农吴氏彦的温室 来了解洋香瓜的种植 吴氏彦不但曾获选百大青农 同时也在今年获得永续农膳奖的殊荣 理事长我看我们这个土壤很干 这个是因为已经 我们已经快要接近采收的后期 因为这个瓜的话 预计的话跟下礼拜就要采收了 所以在后期的话 我们就是不会给它太多水分 我们会做类似限水的动作 主要的话就是说还是要要求糖度 要把它再拉高 那我们这个品种算是什么品种 其实这个品种的话 是我们台南区荣业改良厂研发出来的品种 是台南13号 甜度是有到多少呢 它的最高甜度应该普遍甜度 它会到15到16度 算是一个高糖度的品种 只是说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糖度的累积的话 是在后期快采收前才会一直增加上去 所以你太早采收的话 其实它是甜度是不够大到我们出货的标准 那怎么会知道可以采收了没 瓜的成长的话是从下面一直往上嘛 对不对 对 所以照一讲应该是这边的结尾会先开花 然后一直往上开 所以这边的果也会比较早着果 所以你注意看喔 它的这个指标的叶片的话就很明显 这颗瓜应该是已经快要采收了 所以这个叶片的话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这颗瓜已经快成熟了 可以做采收的动作了 对 主要就看叶片然后还有哪 或者是我们数它的天数 我们专业的话会数它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瓜都是用密封授粉 所以我们可以数它授粉的天数 就是授粉后45天 授粉后40天做采收 这也是一个指标或者是我们说的指标叶片的黄化 这个都是我们作为我们判断出货的 甚至我们现在有一个所谓的非破坏式糖度计 达到我们出货的糖度够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采收的动作 那我刚刚有看到有些花开了很多朵 但是为什么这边的果都是一株一果呢 因为主要是我们设施里面的话是属于直律式栽培 所以我们在瓜跟瓜之间的株距是比较短 我们这边是45公分 羊香瓜的话普遍的话就是留一株一果 就是把整个养分集中在一颗瓜 如果你要留两颗三颗的话 有可能它的瓜的重量或者是它的大小 达不到我们所谓的商品价值 因为你没有达到商品价值的话 其实那个瓜太多也没有用 而且我看这些叶片都很漂亮喔 会不会有病虫害的问题 早期该做一些化学房子还是会做 只不过瓜有就要快采收前 甚至一个月或半个月的话 就是做一些无毒的植采 或这些来做逆行性的方式 让它一直持续到采收前 瓜的状况都是保持在很好的状况下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再看那边 务农的过程一步一脚印 想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无试验建造结构坚固的温室 避免风雨造成灾害 而且掌握作物的生理特性 肥培管理 草生栽培 控制杭株剧等 以友善农法带给大家品质稳定 甜美又安全的洋香瓜 这几年花海节其实在全国都已经有一个知名度 那大家有看到现场的花海都是天然栽种 不是用纸栽的东西 亚经济的种子都是看天吃饭的 天气好坏会影响开花期 那这一片都是我们泰宝市有机米的一个产地 那我们强调的就是天然 泰宝市公所结合农会 在有机米专区举办花海节多年 推动食农教育及绿色照顾活动 运用农村在地资源 推动农业发展多元化 每年都吸引数十万人到这里观光旅游 欣赏美丽芬芳又浪漫的花海景观 一边踩 推推推赶快推 今天攀树成功